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 3-3 范例1 有两颗球甲和乙 在光滑的水平直线轨道上 以相反的方向 同样的速率前进 并且发生正面碰撞 正面碰撞之后呢 甲是反方向以V0的速率回头 而乙呢 还是原方向 以V0的速率继续前进 那下例叙述哪些正确 A选项碰撞过程中 甲球的受力比乙球的受力还大 这是对的吗 不是 因为作用和反作用 大小是一样的 乙对甲的力 和甲对乙的力 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A是错的 再来B选项 碰撞前后两球的动量向量和 动量向量和保持不变 这个B呢 是对的 因为甲和乙这个系统 此系统 把甲和乙看成一个系统 此系统受的外力和是0 那我们在一支三或一支二 有介绍说 当一个系统呢 和外力为0的时候 总动量就是首和 因为今天只有甲状乙 乙状甲的力 虽然可能有重力 但重力跟正向力抵消 所以这个系统的确是 首受和外力为0 那就是总动量 首和 所以B是对的 那C就是错了 那C和B矛盾了 再来猪甲球 撞了乙球 之后它反弹 那 反弹代表是说 甲的质量比乙球 质量小吗 那这个我们要 思考一下 好 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看 如果两个东西一样快 然后撞在一起 但是呢 却有一个回头 另外一个继续前进 那应该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去 发现说 今天这甲比较 质量比较大 还是乙质量比较大 应该是乙 应该是乙 所以猪是对的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分析 那就是 因为它动量首衡 所以我们可以 用动量首衡的试词来讨论 M甲乘上V0 是它一开始的动量 再加上M乙乘上 负V0 是乙一开始的动量 这两个相加是 总动量 总动量首衡 所以撞完之后呢 甲的动量为 M甲乘上负V0 乙的动量为 M乙乘上负的V乙 负的V乙 因为它也是向左 这样子 好 那经过乙向之后 就会发现 M甲去乘上2V0 就会等于 M乙乘上V0 去减掉V乙 这样 好那2V0呢 一定会大于 V0减V乙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们的V V0和V乙 都是一个量值 都是一个量值 我们已经把 已经把方向用正负号 来表示了 所以这些代号 它都是量值而已 那所以 不用管那个 它会不会是负 今天它就是一个正的值 所以V0也是正的值 然后V乙 V乙也是正的值 那V0减V乙 就会 这整体 一定是小于V0 对不对 所以 2V0小 大于V0 然后又大于 V0减V乙 所以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 应该是没错的 所以那既然 2V0大于V0减V乙 那是不是等4要成立的话 那就是M甲 要小于M1 所以 珠是对的 再来E选项呢 是否为弹性碰撞 弹性碰撞的条件就是 碰撞前后 总动能是不变的 弹性碰撞的条件 总动能相等 总动能相等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看 它是不是总动能相等 那碰撞前呢 它的动能是 2分之1M甲 V甲 V0平方 加上以的部分 2分之1M以 乘上负V0 括号平方 那后来呢 后来的 甲的动能 2分之1M甲 乘上负V0平方 后来的以的动能 2分之1M以乘上V乘 平方 那前面这两项 都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两个 在前后再比较的时候 第一项不用看 第一项是 一样大 那 再来就比第二项 那第二项呢 左边这个是大 因为 V0比较大 V0和V乘 题目说V0比较大 所以 后面这个是小 所以呢 原来的动能 比后来的动能 还要多 还要多 所以它不是弹性碰胀 所以答案是 B Z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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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